欢迎收看举语加油中文字幕志愿者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人手不足有关的词 人手不足是人才不过人才不足人手不足 那人手不足的时候一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看看 这些影响叫这次是介绍三种 経営に与える三つの影响 第一种是労働基準法に抵触するリスクがある 労働基準法に抵触するリスクがある 这个意思是劳动基準法 就是一个労働的那种法律吧 然后抵触するリスクがある 就是会有不好的影响 リスク是风险的外来词 然后第二个是新規採用のコストが増える 新規採用のコストが増える 新規採用是采用新的人 新年采用新的员工的コスト是费用 然后増える是增加 所以新的信念要采用的费用会増加 成本増加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的第三种是 新規事業への着手や顾客ニーズの対応が困難になる 新規事業への着手や顾客ニーズの対応が困難になる 新規事業是新的项目 然后着手可以是对这个项目来开始进行 这样的意思了 然后新規事業への着手や顾客ニーズ ニーズ是外来需求 所以顾客的需求的対応对应很困難 所以新規事業への着手や顾客ニーズの対応が困難になる 一共有这种三种ですね 这个三种是另一个视频来可以介绍一个一个吧 所以这次学习的人手不足が経営に与える三つの影響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比较难一点的单词可以出现了 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一下 好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